咱们上节课主要讲的就是这个Linux一个基本操作安装使用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介绍一些Linux的东西对吧 介绍一下Linux的系统组成 然后咱们这边呢来记个笔记 Linux的系统组成呢其实也相对来说呢比较简单 其实大部分的操作系统呢也都是这样来构成的 系统组成的大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系统内核 系统内核这块呢实际上就是不管哪一种衍生版的Linux系统 它们都是使用的这个标准的内核 它们都是使用的这个标准的内核 大家接着那你说一个内核程序它的执行在运行在CPU上面对不对 它运行在上面我们怎么和它交流啊 你肯定和它是交流不了的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就第二部分是谁呢 是我们和Linux那核去交互的一个东西 那就是一个 Sail终端 那咱们在上次写的时候是不是就在这个终端里面写的 对不对 咱们通过终端是不是就可以和它去干什么 就是去沟通了 对不对 其实有这两部分 基本上你就可以去用这个系统了 但是呢你如果全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用起来可能不是很舒服 并且呢可能入门的门槛也太高了 大部分人可能都不会用 是不是 再接着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什么呢 是咱们这个文件系统 它系统组成里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文件系统 你说我们这里面怎么来管理我们这些内部的东西 在Linux里面其实它有一种思想 它把所有的东西都认为是文件 就是你插上一个U盘 对吧 那我们认为U盘是一个啥东西啊 是不是一个硬件啊 对不对 在Linux里面管理的时候 它认为你这个U盘也是一个文件 只不说你这文件里面还可以干啥 继续去存储文件而已 对吧 就是它的一个文件系统 这文件系统都能慢慢后面去学的时候 你会感觉它特别的有意思 它就是使用了一个什么呢 非常底层的二进制运算 使用了一个非常底层的二进制运算 对吧 再接着第四部分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自带的这堆软件 比如说它里面自带的这一套什么 咱们昨天那天用的是吧 什么Touch指令创出来的文件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你们自己如果自己装的装完是不是有什么Office 对不对 还有什么软件管理中心 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些软件啊 自己装过吗 没有啊 那它这个系统组成啊 这两个呢是最重要的 再接下来就是文件系统 然后还有我们自带的一堆软件系统 对吧 自己没装还笑的这么开心 你不要所有的东西都只能带着你去做啊 有一部分东西肯定是要自己去学的 这么跟你说吧 对吧 你以后去工作可能百分之七十的东西是学过的 对吧 百分之三十是根本就没听过的 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 如果你去的那公司它比较前沿的吧 可能百分之七十的东西是没听过的 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东西是会的 所以你一定要干什么呢 每天要自己自主的再去学一些东西 不要在那我没做的意我好开心啊 对吧 这东西啊得靠你自己啊 为什么有人找一万五 而有的人只能找个八千 还是找了一个月才找到了 对吧 是因为中间就本身就有差距的 你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没有基础的 对吧 学着学着产生差异了 那是你自己每天就是 今天十点走了是吧 今天九点多就走了对吧 回去老早睡觉了 是一天天的这个累积产生的 知道吧 所以你一定要干什么呢 尽量多花时间去学 尽量呢 把这个教你的学会 再接着呢 跟你说的一些东西 你要自己去扩身对吧 自己再去查查 最后你才能拿到一个非常满意的一个工作 对吧 但这个组成这块呢 咱们刚才说了 这四部分是吧 说完了之后呢 这网上也不能直接带你去看 相对来说呢 还是略微抽象的 对吧 接下来呢 咱们还是连上这个操作系统去操作一下 是吧 连上我的另外一台的虚拟机对吧 那这块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桌面 是吧 桌面里面呢 咱们如果想打开中端怎么打开 是不是可能让我给大家替 对不对 打开之后呢 那接下来做什么呀 接下来呢 我们上次给大家介绍了 咱们这个里面 系统设置里面的所有东西 对不对 那今天呢 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系统组成 再接着 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系统目录 是吧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打PWE PWE呢 这块呢 会显示我们当前的一个路径 对不对 那这路径在哪呢 我们会发现它在什么 是吧 Home里面 Home里面 接下来就是什么 Rock 那这块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用户的一个加目录 这块呢 就是我们每个用户呢 都会有一个加目录 那这块也跟大家说过 这个加的一个缩写是什么呀 或者说它的一个代名词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波浪线呀 对不对 然后前面这三个 是不是也跟大家说了 第一个是啥 用户名 对不对 然后at这个是什么 就是你这电脑的名字 对不对 再接着这个路径 波浪线就是咱们当前所处的一个路径 那波浪线代表的是加 然后一个美元符号代表什么 普通用户 对不对 如果是警号代表的就是什么呀 那就是一个管理员用户 对不对 那在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到这个加 来到咱们这个根目录里面去看看 如果我们直接打一个CD杠 那这个代表什么 啊 代表我们进入一个这个杠目录对不对 那这个杠代表的是什么呢 啊 这个杠代表的就是根目录 路径这块啊 就是命令这 咱们使用了一个CD指定 CD咱们说了 是不是进入到某一个文件文件夹中对不对 是不是 那咱们使用了一个CD杠 那个杠代表的是什么 杠代表的就是如果啊 在Linux里面你发现是斜线开头的 那么这个路径一定是一个绝对路径 进入到 根目录 那这块咱们说一下在Linux中 看到是什么呢 是斜线开头的 开头的路径 它代表的是吧 一定是绝对路径 咱们说路径咱们应该学过对不对 路径有两种 第一种是什么路径 相对路径 第二种就是绝对路径 是不是 那这块呢咱们说CD杠对吧 那就说咱们去到哪啊 是不是这个根目录 如果说你不喜欢使用CD杠 你可以CD点点 那就进入到上进目录 是不是到后面里面 再接下来你再CD点点 那你现在是不是就到了这个杠路径里面了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是不是根路径啊 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面你RS一下 那我们发现这里面呢 有很多的文件点还有文件 是不是 或者说我再 我再打开一终端对吧 那咱们看啊 这个里面是不是在这 这个是不是有一条写线 那如果说我在这边呢 CD直接写线回车 那RS 你会发现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的 是不是 那接下来呢 咱们上这课 我记得我给大家说过 咱们一台电脑的启动 对吧 电脑的从硬件层面的启动 还记得怎么说的呢 那首先的咱们说 你要先给这个电脑上电 对吧 上电之后的一步到哪 说电脑一启动 第一步它走的是哪块 我知道 睁开眼睛 嘿 睡着了 上课的时候啊 你那个双手放在键盘上 不要拄着头啊 你拄着头一会儿就不经意间 你就睡着了 对吧 还记得电脑怎么启动的吗 上电之后 第一步是不是进入到 主板的BIOS里面 对不对 如果是手机的话 它叫什么 叫bootloader 对不对 有加载器 那到这里面之后 下一步它再到哪 是不是到咱们这个磁盘上 一说我这个 看那个BIOS里面 对吧 我看发现你的第一启动的是一个磁盘 对吧 是不是就到磁盘上了 是不是 那从磁盘上接下来呢 它进磁盘的哪啊 那其实咱们就已经硬件方面已经完成启动了 接下来是不是就软件了 那软件在启动的时候 首先它去哪呢 在我们的电脑中 对吧 如果你装系统的时候 你应该会看到 它有一个叫做boot分区的 听过吗 boot启动分区 它会在boot分区里面去干什么呢 去启动 去引导你这套舵系统的一个启动 没见过的 咱们同学都是飞机的一转叶的吗 我怎么感觉好像一说啥都一脸茫然的 要不要给你记录一下 那吧 有兴趣你就去查查 没兴趣呢 你要了解一些 对吧 就是说一来电脑怎么启动呢 对吧 那电脑启动的第一步呢 肯定是你一个上电套做 对吧 其实在电脑里面 我们去怎么去如何统计 是吧 这零和一呢 对吧 那就是有电就是一 没电就是零 对吧 那他就用一个什么 在这个计算机里面 管它叫高低电瓶 对吧 你高电瓶就是有电 低电瓶的就是没有电 对吧 那用这个来做的 就说我们上电之后 第一步干什么呢 会到我们的BIOS中 是吧 会到电脑的 BIOS中是吧 进行启动 那启动之后呢 它会干什么呢 它会一看一下 我们电脑里BIOS设置的是 先从U盘启动 还是硬盘启动 还是光盘启动 甚至是网卡启动 它会根据你电脑里面 BIOS的设置进行启动 那通常来说呢 我们会把硬盘 如果你想让你电脑 启动的时候快一点 我们通常会把硬盘 放在第一位 对吧 那接下来呢 它就会 是吧 加载硬盘 那加载硬盘 硬盘接下来呢 就是让我们就一个操作系统 启动了 那就不是电脑的 不属于电脑范畴了 那它说系统启动之后 一般怎么来启动呢 第一步呢 肯定它要有一个boot 引导分区 boot启动分区 它的boot分区启动 这里面呢 如果你自己去查看的话 你假如说你的电脑装置是双系统 你会发现boot分区里面呢 它就有你两个系统的一个启动文件 如果你只有一个windows系统 那里面它就带了一个windows 再之后呢 这个分区里面 它会有什么呢 会有你这个操作系统的一个启动文件 它会有一个系统启动文件 那这个启动文件呢 它接下来就会引导我们的系统启动 那启动的时候第一步应该是做一个什么操作呢 出实话 出实话操作 咱们有没有学过多线程多进程 咱们可能没有学过对吧 那这话呢 我们要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系统在启动的时候 它会干什么 它会有一个人对吧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假如说咱们全班要出去浇游 对吧 那不能漫无目的的出去玩吧 是不是一起咱们去沿大街走吧 是吧 走到哪算哪 那不可能的 对不对 肯定要有一个人提前干什么 是吧 进行策划 把这个位置是吧 然后定好 把咱们吃的喝的玩的买好 是不是 那就有一个人要干什么呢 他要给咱们去做这个事情 要出实话 他把这个路是吧 到哪块是吧 需要多长时间 需要多人的一个车 对吧 然后呢 把咱们这个东西给咱们定好 之后呢 咱们再去坐着这车直接到位置 然后到了位置呢 拿出来咱们准备好了吃的 是吧 把他烤熟了吃 是不是 不是咱这茫然了 你要哪块没整明白的吧 你也可以说 你别不说话啊 玩三天回来都傻眼了 假期到哪去了 回家 然后坐车两天 在家待一天 累过去是吧 你如果说就放三天假 你就先不要回去 是吧 等你工作了 有时间再回去 是吧 你现在学习阶段 你能老往家跑干啥 是不是 这是真的 这是过来人给你的经验 累够呛 在家待了一天 是吧 也没感觉啥招呢 是吧 两天在火车上 胆子跟人家挤 是吧 挤来挤去的多没意思 还怪老热的 对吧 那这块啊 那就之后呢 就出车化 出车完之后呢 你这个电脑 是不是就启动起来了 启动起来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操作了 基本上我们的所有操作系统 都是这样启动的 就说我先从这个Bot分区是吧 再之后呢 在分区里面找到你这个系统的启动文件 启动了之后呢 它就开始出车化 进行一系列的出车化 对吧 出车化之后呢 你这个电脑就跟咱们电脑 你一启动的时候 一按钮的吧 开始转转转 转过了卡到桌面上 然后你就可以操作了 是不是这样一个操作 再之后呢 咱们来说一下 咱们这个Lineux的一个系统目录 系统目录 那这块呢 看一下 咱们刚才呢 打了这指令来看 对不对 说我们在加目录里面 或者说这个根目录中 对吧 咱们到了根目录里面 在根目录里面 咱们是干什么 是不是打了一个LS 将它的所有的东西 是不是都列出来了 对不对 第一个 它的目录叫做BIN BIN啥东西 BIN 这东西熟吧 你好像装什么软件 它都有一个BIN 对不对 不能说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都有 那这BIN是什么东西呢 记录一下 BIN呢 它实际上是BIN的一个缩写 BIN啥意思啊 是吧 二进制啊 对不对 实际上它是干啥的呢 它是可执行二进制文件 实际上呢 它就是我们这个环境边量里面 加载的这些系统能运行的文件 我们打那些指令实际上都在这里面 百分之八十都在这里面 可能有其他的 放在其他位置的 对吧 这块呢 就是说一般的 是吧 软件的执行文件都在这里面 比如说你从别人的考过了一个软件 然后呢 你想直接用 但是你桌面没有快捷方式 你也不知道怎么用这软件 那你就可以干什么 打开它的目录 去它的BIN里面 去找它的执行软件 基本都在里面 对吧 那第二个 对吧 那来看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它有一个叫做DV 对吧 那这是啥东西啊 驱动 DV呢 实际上它是device的一个缩写 就是说我们这个什么呀 我们电脑上的一个设备 对吧 那我们发现这设备怎么变成一个文件件了 刚才也咱们也跟大家说了一个概念 说在Lineus中 它把所有的东西都认为是文件 都以文件的方式来管理 就你插一个用盘 就你插一个用盘 你认为你插了是个硬件的 但在Lineus里面 它就是一个文件件 对吧 那这样呢 就是设备 这块呢 Lineus中 会将所有的设备 干什么呢 作为 是吧 文件去管理 大家来 是吧 再往后来了 是吧 第三个 initrd.mg mg结尾的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啊 mg结尾是图片啊 不是啊 mg 你在atmail里面是标签是图片的吧 如果说是文件 mg结尾的 这都叫什么呢 这叫做镜像 它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的iso文件 它是一种镜像文件 那这块initrd什么的 就它是一个初始化的镜像文件 说每个版本呢 它都会带 但是这东西啊 不是所有的Lineus系统都有 这个呢 是咱们Uvang2里面有的 这个呢 是一个初始化的一个镜像文件 这是初始化的镜像文件 虽然咱们以后 你不可能经常操作系统目录 但是咱们一定要知道 系统目录里面大约有哪些 是吧 等你学完Lineus之后 你发现 你对Lineus的熟悉程度 比Windows还要熟悉 对吧 你说我Windows用了十年 对吧 居然没有学了一星期的Lineus熟悉 对吧 我都知道这些目录都干啥的 但Windows你可能都不知道 是吧 Windows你一般打开干什么 就在那干游戏 是吧 干个游戏就关机 是吧 那再接下来还有一个Live64 那这什么呢 啥Live64 啊 Live它是Library 一个什么图书馆的概念 对吧 图书馆是叫什么 库的一个概念 对吧 那这块什么呢 库64 这块里面存的就是什么呢 这块存的就是64位的 系统的一些知识库 这个64啊 以后你要见到就是说咱们系统中出现的64 对吧 基本上代表的都是64位抛托系统相关的库 那如果你见到X86 那意味着什么 它是32位的 X86啊 它代表的是32位的 然后或者说你见到什么I386或者I586 这种啊 它代表的呢 也是这个32位操作系统的一些库 算之后对吧 除了这个LAB64 接下来还有MNT 那MNT是个啥东西呢 MNT呢 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挂载目录 他说以后你挂载词盘 他那大部分都是默认 直接挂载到这MNT里面 然后当然有的挂载的这个MIDER里面 对吧 这是挂载目录 就说呢 你把这个磁盘插在电脑上 对吧 然后呢 我想让他在某一个文件中 能直接打开你这个U盘 打开你的磁盘 那这会儿呢 就是一个挂载目录 哎 我把它挂载进去 再之后对吧 MNT完了 ROOT 哎 那ROOT 咱们先前给大家说了一个概念 咱们是不是有这个用户的时候 是不是有三种的呀 那第二种说 咱们可能维护系统的时候 比较用 用的比较多的 叫啥来着 叫做超级管理员 对不对 这个ROOT呢 就是超级管理员的家 超级管理员的家务录 啊 再接下来呢 来到我们这边 对吧 那除了ROOT 还有这个SAP 对吧 这个呢 这是我们这个U邦兔特有的一个 然后他一般会干什么呢 会放一些 系统呢 是吧 交换文件 比如说我这会儿用一会儿呢 可能就我内存不够了 对吧 有一些文件呢 我就先干什么呢 先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呢 存在里面 当一会儿我再去加载的时候呢 他再从咱们这个文件里面 给他读出来 就说内存不够用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会用 再之后呢 还有TMP 那这是啥呢 临时文件 在Windows里面也是有这些东西的 对吧 就说我这个什么呀 我一个软件在安装的时候 你安装的时候 他是一下子就装上了吗 不是 他其实还是有一个先解包 然后再去安装的过程 临时文件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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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